那你覺得現在就是年輕 可能就是說二十三二十二十歲這樣 年輕人他們在工作上的 Gaming 的感覺是怎麼樣 慘了 你可以說好的不好的都沒有關係 有幾個聽得懂中文 那一開始想跟 Hank 稍微聊一聊 就是你來日本的一些故事 還有經歷是怎麼樣 以及你之前在台灣生活 或是工作也好 跟日本有什麼不太一樣 環境上的差別嗎 其實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在剛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就是一直做 跟日商相關的一個工作 日商在台灣跟外商在日本 其實是有一個蠻大的差異 剛進的公司主管他就是CXO 他本身想要知道 任何事情都需要透過我 因為本身就是做翻譯 口譯都是有做特助相關的工作 所以那個時候在做口譯的時候 那個準度就非常重要 那你那個時候是什麼原因 就是讓你想去日商工作呢 我先講我們的家庭比較像是 父母都是怎麼講 有一定程度的教育徒生的人 那他們就會非常在意 就是譬如說我的學習 就是你為了職業的這個道路是怎麼樣 對 但是我超級一叛逆的 所以怎麼樣的一個叛逆法 他們要我做A我就不做A 要我做B我就不做B 就是他們 幫我鋪好的這條路 我就會自己衍生出一些 我更喜歡的事情 那到最後他們也承認說 你做這些事情好像 譬如說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日本 其實是因為 父母比較忙一些 所以到最後真的能夠跟他們一起好好相處的時候 都是在日本 我記憶很深刻是 我跟父母一起來日本 最後一次是我還沒畢業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去別府 那別府溫泉超級無敵漂亮 有個叫三奶井飯店 從房間走到大約長到15分鐘 對就是因為有這樣子很棒的一個回憶 所以對日本的印象本身就比較好 你當時在剛進去在台灣的日商 那進去這個環境給你的樣子 你感覺怎麼樣呢 跟你之前的這種想像有沒有差別呢 其實台灣的日商跟我的想像差很多的地方是 因為本身工作的還是台灣人 所以留最久的反而是主管 大部分的人都是早九晚六就直接就下班了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差異來看就是說 一層一層的這個決定 本身就是剛才我所說的主管在做決定的 所以每一件事情要抽取對的資訊 來告訴他為什麼對方會這麼講 比如說台灣人我可能就是很直接的 覺得就是A最B 但是他日本人會想要知道 就是他會想要知道前面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們台灣人很多時候都去掉前面 我直接告訴你說現在發生這一次 所以我要這樣做 那你那時候在公司學習這種日本人 他們工作的算是他們的文化嗎 或是他們的一些精神 就你自己適應還習慣嗎 我還記得剛才前兩週的時候 主管每天都罵我 每天唸 每天唸 就會一直唸說 不對你這個就是應該多怎麼樣的學習 就是新收這個剛地業的 這個心態 對這個心態的真就是要擺正 但是他不是對我power harassment 他沒有對我做這些 他是真的為了想要讓我好 那那個時候就是扼殺掉自己 所謂的尊嚴 從零開始 對 學習一個新的工作態度 這樣 對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其實接了非常多 雜七雜八的工作 一些可能跟政治有關 可能有些跟比較就政府高層會出現 但是那個就會覺得好像自己還可以 但是到最後發現一出車就被打成零 就什麼都沒有 反正你大學學的也都不是什麼東西 然後日文 你再好 也不夠好 所以就是要想辦法接收他的指令之後做對的事情 然後又不予不要超越現在這一份應該做的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困難的 那在那段在台灣日商工作的經歷之後 什麼樣的契機讓你現在來到日本 其實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日本 然後我進去當兵之前 正好有個機會是說 原本待著這間日商要投資另外一間在台灣的公司 那個時候正好需要一個類似代表者 或者說負責交借接的窗口 我那個時候為什麼Eventory會到日本 那個時候原本是在台灣也是一樣是做特助的這個職位 一個一年可以飛日本是幾次 那飛日本自己是都是出差 那同時談的事情又是 就是我沒學過的 比如說各種不同的比較大型的這種合作案件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還蠻怎麼講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的 只是來日本幾次之後 然後把我真的這些能力給建基好之後 到時候就覺得說 那我在日本發展反而會是比 可能在台灣在其他地方還要好 那你在日本現在日商工作 跟你之前在台灣的日商工作 就那個壓力強度互相有沒有不太一樣 或者是你剛進來這兩個時期公司的那一瞬間 你的那個心態變化有沒有不太一樣的感覺 其實我現在在的是一個外資在日本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外資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還過得還可以 我覺得是那一個階段 人生階段讓我知道怎麼去open mind 其實兩邊我都還蠻痛苦的 就是剛進日商在台灣的時候 怎麼好像自己以前學的都用不到 然後好沒有尊嚴這樣 但是到後面其實尊嚴是靠自己去獲取來的 到後面其實主管都非常好 之前有跟你稍微聊到說 就是你現在在日本公司的這個 算是你的內容 然後有聽你說 你現在也有帶幾個日本人的算是部下嗎 這樣子你等於算是一個主管 能不能稍微跟觀眾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大概你在公司是 屬於怎麼樣的一個階層 對其實我是原本從總公司到最後被外拍到日本來 那日本本身就是有做到中階主管的一個職位 以團隊規模來講大概是20位 這20位都是日本人的 還是說日本跟台灣都有一起 其實有日本 台灣人還有中國人 就不同國籍這樣子 那八成都是日本人 八成都是日本人 所以在日本做主管的話 必須一定要有三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重要 是 第一件事情是 一定要知道怎麼去指導 我說的指導 並不是下指導期 而是怎麼去帶領他們 因為 有時候日本人會是一步一步去思考事情 那我們有時候已經跳過 剛才我說的 我們已經跳過再講結果了 那我們要懂得怎麼去 從因為所以蟑螂馬一講開始 對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第二件事情是 要開始放下他們的上下關係這件事情 放下他們的上下關係 就是要開始教他們說 不要拍我馬屁 拜託 我們是戰友 這個是你自己的領導模式嗎 還是說日本環境是現在在開始執行的方向嗎 還是以前也是這樣 你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是 外商比較有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日商做到這樣子的比較少 他們遇到社長 遇到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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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不同等級的超 他們都還是會 非常非常的尊重尊敬 但是上面的人開始有 意識到不能這樣子 所以 反而是我們公司的日本的主管們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開門 就是跟以前比起來的話我覺得 實際上怎麼教育呢 假設我是你的下屬這樣 其實我會 我常常會直接問你一句說 馬屁商 你為什麼這樣子想 好 假設你決定你要買一杯咖啡 為什麼你不是買黑咖啡 為什麼你不是買什麼咖啡 我會問你說你是怎麼想的 然後馬屁商就開始告訴我 我說 因為我曾經看過你喝過什麼什麼 在哪裡怎麼樣 我就跟他講一句說 好 那你要知道其實 人的身體 如果一早恐怖喝咖啡 很有可能會不舒服什麼什麼 就有時候是一個誘導的概念 我先誘導他說 你怎麼下這個決定 像最近我對一個同事講了 就有一點嚴格的說一句話說 你可不可以自己想一想 他問說 我聽從我的 我現在有點感受到 你那種主管的位置 我有跟自己的部下講過一句話 也不要講部下 我都說member 也就是說大家都是partner 朋友 那只是說 我曾經跟一個同事說一句話說 那你告訴你的廠商怎麼說 你就這樣告訴我 具體上他發生什麼事 我都看到了 我也都知道了 然後呢 你懂為什麼 就是下一步 我們台灣人會開始先 跟主管溝通 說不一定啊 不是每一個人都會 而是說 開始要建立一個環境就是說 因為通常日本人 是遇到一個問題之後 問上面的 上面再問上面的 上面再問上面的 然後上面最後 下下來之後 一層一層再下來 但是畢竟我們是 就是以速度為王的世界嘛 所以 現在必須要的是說 我在下面就已經把solution想好了 也就是說 我遇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解法是ABC 你覺得怎樣 我就說A可以 但是BC有點 這個風險有點大 我們可不可以 改這個方向來去走 這樣就是一個partnership的概念 就是 你給我有solution 但是我給你更好的solution 兩邊去搶資源 把資源拉下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跟這個同事講了這件事情之後 他後面就馬上把他的想法 一長篇直接就 發給我 然後發完之後我馬上就 下決定說 我沒要先讓你這樣處理 那找哪一個部分 請他們怎麼樣幫忙 第一點的就是教育以外 第二點的這個 上下關係這個 逆轉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最近也會比較常發生 日本不是有一句話叫 Z世代嗎 是 其實Z世代的人 你只要跟他講一句說 你為什麼這個不會 他就會說你是 power arrest 就會說你 就是 太過了 所以 有時候當一個部門裡面 有40歲到20歲的人的時候 我覺得 需要 懂的就是 我講 直接已經是對人說的話 對鬼說的話 需要懂得分 他的 年代去跟他講他懂的事情 所以這樣做為主管 不會覺得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盡量大家還是能統合就好 還是真的實際上 事性也沒有辦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 把事情都講白講開 是最好的 因為日本人通常會 藏很多層 隱晦的跟你講一句話 所以他聽不懂 他也不會問你為什麼 他就會說對不起我做錯了 就是先道歉為主 只是 我不需要你道歉 我要你告訴我 你怎麼了 我把你解決了之後 日本人很喜歡講一句說 啊 一點都不麻煩 沒有公司不發生麻煩的 如果公司不發生麻煩 代表你這個公司太屌了 全部的人都行 那你像你現在帶的這些 年輕最年輕有到幾歲 23 23 24 就是剛出社會馬上就 那你覺得現在就是 年輕 可能比如說23 20歲這樣 年輕人 他們在工作上的 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 慘了 你可以說好的不好的 都沒有關係 有幾個聽得懂中文 會被公開的時候 啊 我主管在那邊亂講話 那你就大概講一下 你可以說好的也可以說不好 對我會講直一點 因為他們其實也知道自己的問題點在哪裡 就是我覺得 現在的世代的人 他們比較 出身之毒不怕苦還是 應該怎麼講 就他們比較懂得去挑戰 尤其是可能海外留學過的人變多了 或者是他們經歷過了比較多的 各種犀利了之後 他們比較不像以前一樣 不敢說不 所以他們比較懂得講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傾向 第二個好事情是 就是因為變得很靈活 所以他們也不會照著以前的經驗談 因為日本最喜歡講經驗這兩個字 只是說難聽點經驗當然重要 只是到底經驗它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經驗如果它只是一個束縛的話就不對 經驗它是必須是一個靈活的 就是參考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去 拉長它的 也就是靈活度的這一段 然後讓它變professional 最快的速度變專業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我講兩個不好的 第一個是 就算他是新收支 也就是剛出社會的同事 面對的 也都是比他年紀大可能兩倍三倍 或者是我們廠商的掌權者 就是一定比他年紀翻倍 那他就一定要懂得怎麼講禁慾 因為要懂得去保護公司 對 那我覺得第二題是人際關係的部分 人際關係 有些同事剛進公司就很有魄力 想要一展身熟的 只是他們會很腦衝的就是說 我覺得A 那我就要做B 跟說A上說了這個我覺得很不對 我就要賣回去 我就要念回去 就是 年輕人先等 別這樣 有時候開始 等一下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去提醒他們說 你們像個海綿一樣 一直在吸收很好 只是 有時候還是有人際關係這個東西 不過以我這樣聽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 好像跟大部分一般 可能現在我們想像的 年輕世代他們工作的 態度也不太一樣 因為 以我自己的就是過去看的感覺 我就 我做一份事 我就領一份薪水 不干我的事 我就不要做 但是剛聽你的下屬講的話 好像是很有這種 奮發向上的感覺 是不是中間有一些 這種不一樣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是日本 構造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 我一出社會 我努力多努力少 到最後每年 某一些一般的日本公司 還是這樣子 那某一些日本公司還是這樣 就是說 我每一年反正就是會增長很多 薪資上 我看著上面的一個主管 那但是我總有一天 選一選我 如果一般優秀的話 我也會被拔到那個位置 可能還是有一些人會有這樣的思考 所以反而年輕人會很 受不了 他們會覺得說 No 為什麼他在我上面 我覺得我比較對 有一個競爭的這種 就是 感覺在 他們開始比較 願意去競爭 願意 跟上面的去鬥說 欸我 我到底 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世代上的一個很大的差異 就是 大家開始慢慢的 越來越變扁平 對你說的那個 制度上 關係很大 因為像我剛剛說那個 情況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我做這個職位 我做多久 我可以晉升下一個職位 我可以加薪或是怎麼樣 他可能對自己未來 我在這間公司待多久 可能也不知道 但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說 你們公司也好 或者是日本的這種企業也好 比較能明顯看得出來說 我有一個未來在那邊 所以我還是得照這個方向 盡量的去做前進 這樣的感覺 台灣有些公司的制度 並沒有那麼的完整 有時候會比較黑箱一些 當然也不是說只有台灣 日本也有一些這樣的公司 只是說 日本的這些公司 他們還是會去 因為每一年就是 各種不同的協會 就會去鬥爭說 我們旅遊業 就這樣增加多少萬 春逗這樣 所以他們的 這個上升的這樣一個狀況 本身是 可以被遇見的 所以我覺得 這是日本一個大環境下 造成的一個問題 同時 第二點就是 說實話 現在日本年輕人開始 有一些 也不是說抬頭意識 也就是他們會開始 想要往好的方向走 想要開始知道說 並不是真的全部 你年紀大 或者是你只要慢慢等 你就可以磨到那個位置 對 開始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他們 當然自然就會比較 有點 靈活的一些事 很多人 他們 在沒來日本之前 他們會有一個想法 日本的工作壓力很大 如果你去日本 就是自討苦吃 乾脆就留在台灣 就好啦 為什麼要去日本 薪水也沒有差很多啊 對不對 那你自己對這些看法 你有什麼想要說的嗎 其實我講比較 對像我講比較直接一點 好 好